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关你的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叔叔阿姨怎么说的 车房呢必须要有 彩礼五十万 三斤八万 上车和下车各一万 改口钱一万点一 目前呢就这么多了 为了以防万一呢多备点吧 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我正在努力的想办法 给不起就别耽误人家了 我觉得这个彩礼啊 必须要给 你看你兄弟都比你卖势力 但是呢 你看值不值 你什么意思啊 为了你的所谓的未来 他的父母 把房子地都卖了 现在 还在外面租房子住着 你们的未来是有的 可却要了他父母的半条命 他父母可以住养老院呢 我们结婚我要彩礼 有错吗 没错呀 你是第一天跟他在一起吗 你不了解他的家庭条件吗 为了你 他一天打三份工 一天只吃一顿饭 那个时候你在哪呢 在跟别人在一起 在朋友圈里晒着红酒和大汗 好浪漫呢 现在别人把你甩了 想起我兄弟来了 你 别说话 可能我说话有点扎心 你不能生气吧 是他愿意来找我的 你搞清楚好不好 够了别说了 你喊什么喊 我有点彩礼过分吗 你们先聊吧 我先走了 走 走 穷酸样 姑娘 这张卡里呢 有十万块钱 密码是你生日 就当 我给你水里了 你爱跟谁结婚 就跟谁结婚 唯一我想提醒你的是 别再骗自己了 别再骗自己了 我拿好多管闲事 身上多少来着 我拿了 我们的信息 不信 不信 谈点那些扎心瞬间 有心思点喜欢的 哎 漂亮你能来的 我能来的 你告诉我 在卡里面哪个卖钱的 快解释好 哎呀 漂亮 你让我过来 老公 你也想要留点了 我才留点 我现在上场给我订卖标 我当时我妈 我订女朋友 我亲戚 你家里面 我卡发不太钱了 你告诉我 你卡里面哪个卖钱了 你自己还公司卡了 哎呀 没有 没有 没有还 绝对没有还 你消消气 这不 你买哪个贵的东西 你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嘛 不就买个万八块的事物表吗 我有表跟你说嘛 不是漂亮 你看我那个条件 你给咱里买哪个贵的东西 那不是我接钱嘛 我需要时间的对不对 哼 接钱 我妈说的过来没错 谁被我里花钱的人 没一个好东西 漂亮 你这么说我都不开心的 你得买房子我拿了十万 你得买车我也出来大半 平时你大事他就要敢买东西 我都没说啥子 哪个我还不是好人的 我都能给一个的 我敢买点东西 有错吗 话是没说 但是我对你你还别的爱 他争天不无正业 又是好协力 他吃的穿的 哪样不是我敢买的 有 你给我买点东西 不是应该的吗 都是 那个不是你做街货 你说应当的吗 你说应当 难道我的钱都是当我挂来的吗 你自己看钱多少度 四十度 我每天在四十度的天底下工作 省时间以后 涨到几年的钱 一块钱都舍不得花 自己没享受到 但是你没享受得好 华彩你猫子也是 我们现在还没结婚的 你以为我怕的呀 那个是你做街货 应该的 我说姐 我还没看他结婚嘛 新疗的 你还没给我接结婚啥 都是 我们现在还没结婚嘛 你以为我怕的吗 你那的正好 你不说我差点旺大 我给你五里花那么多钱 现在还没结婚呢 你们都认了对我 如果结得婚啊 你们哪个办 别不想你啊 你想哪个嘛 就你两个人找到媳妇了 我结婚才跟你结过呀嘛 你想要花钱是不是 人家没得错的会 姐他打我 你要花钱你不要这件事 你今天又打我弟弟 又骂我弟弟 那件事情我给你买完 弟弟你买什么 漂亮 我跟你说一句话 今天我们能过去过 不能过去山 那个你还给我听我说 走弟弟我们走 等一下 想弄到是不是 我告诉你 今天事情也不可能 你这次是我买的 你们不赔 你滚 滚 滚 接下来 你不找了是吗 不找谁我才找了 你三连感情 你对得起我呢 谁说你就是敢吃个库埋期的 谁说的 你太不先丢人是吗 你怎么了 别说话来 徐若你说怎么会 我俩超冷静一段时间 然后我一个人在家 屋里找个人在谁 又脸了你 找钱就下来陪你 对我俩就想不好了 徐若 你如我不爱了 你俩话跟他说你平白 别在这给你的无缺衔接 找借口了 我以后不会让小姐在场 好 走走 走 走 你没完了是吧 她不就这个富二代了 你俩嘶吓的有我说吗 她是富二代 她能给我想要的你能吗 走走 走 这箱子买完之后写的是你名 你妈妈没钱 你也没钱 我还愿意给你妈妈打生活费 你怎么对我呢 你对得起我吗 她都是你自己赚的 用多少钱我会还给你 她什么还 她什么还 你就不用意外 你没有钱你就只会站在那儿跟我喊 对 我就会赚 我没有能力 那我赚的每一分都在干你钱自己挣的 那是钱 我发这笔头 你就差点把命给她了知道吗 徐月我问你 她这么爱你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她 她明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她才能接受你 这样的男人 你这辈子都不遇到我了 对她来说 忘了你 可能也就需要几年时间 但对于你来说 只需要一个有钱的男出现在你面前 你就能忘了所有的 她才能对你那好 你刚才跟她说的那些话 做这些事 你还是个人吗 我只说这不敢说说的 对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想起来 是什么呀 那就是吃个饭而已 你有必要吗 不吃个饭 我要是没看到你跟她吃饭 你俩现在不一定干什么去了吧 不是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任吗 之前对你有信任呢 跟你干的那叫什么事 你说你去闺蜜家住也是这个闺蜜吧 你说什么呢 我说说了我去的是圆儿家 我不明白我们这三年的感情 抵不过她一时的刺激 你想想到底哪个更重要 不是 是她经常找的我 不是我主动找的她 你不回应她 你能可能有联系吗 你回应的就是给她希望 你为了我拒绝暧昧就这么难吗 我干什么了呀 我不过就是跟她吃了个饭而已嘛 你每天不是加班就是加班 我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嘛 我不加班你吃什么 你穿什么 没想到是我格局小了 你居然把这种事说的这么贵面堂皇 我是爱你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别装 我那天看到你俩干嘛去 你跟踪我 毕竟有些事情亲眼所见 才知道口口声声说 爱你的人有多么恶心 要不我们还是分开聊一下吧 她如果不喜欢我了 就果断的给我提被手 别再耗着我了 就算我原谅她了 我们以后也会一直 因为这件事情吵架 事前建立的所有信任感 都不够存在 她跟踪我太有理了 不就是和她聊得挺好的 她至于非把这个事 说得这么严重吗 这种事还要她发生第二次吗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再继续下去了 她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我跟她真的只是朋友关系 现在她都这么对待我们的感情 那以后呢 男生感觉路上并不是实时顺心 我希望你能看开 两位还有什么话想和对方说吗 你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这种事还有原谅的机会吗 怎么不能原谅我 我是爱你的呀 我养了一条三年的狗 有一天我看见我惊心呵护的狗 居然对别人摇一般 就像第一次看见我一样 后来她向我跑了过来 她好像知道自己做错了 但是这一次我躲开了 因为我嫌她脏了 分手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二次有机会 来 索文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大家 来晚了 小七来了 来 给她弄个位置 来 没想到她也来了 看到她这么多年混得依旧寒酸 心里挺不识滋味的 如果当初 我们一会儿马上吃个日料好不好 好呀 听说旁边新开了一下 跑了几家才买到的 吃了吃了吃了 我去上班了 哎 我们不是好一块吃饭的吗 那么点外卖了 呃 那个人你认识啊 哦 我不认识 我就是突然想吃这家外卖了 要不你们去吧 请我吃饭都已经挺不好意思了 这个东西我真不能要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再说我买都买了 你不要我可扔了 哎 那行吧 谢谢你了 你买这么多东西啊 哦 一个普通朋友送的 这个普通朋友 不太普通吧 哎不是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龙小姐 我发现你本事不大 脾气倒不行 我承认现在是我的低估器 但我 相信我可以走出来的 只要你陪着我 好吗 我给过你时间的 对 我是爱你 那用得怎么样呢 有心阴水宝吗 我觉得物质可以支撑我现在的一切 至少现在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我现在给不了 不代表以后我也给不了 我等不了 其实 但是 有些东西剩下来没有 以后也不会再用 那个 情况下单 我已经买了 大家吃好喝好 好 好 哎 翔东 还是你眼光 找了个这么好的老公 来 大家分开来 哎 怎么样 都说你选择你这 干对了 你别说了 你要是干了他 你先别说了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老公喝多了 我先送他回家 哇 next 我就给我男闺蜜扒了个荔枝 你注意这样吗 啊 那男闺蜜是不是对荔枝可过敏呢 碰一下就会暴毙 你真是救人一命啊 我不生气了 没有 他不过敏 啊 那他肯定是双手有毛病咯 不能自己扒 你真是太有爱心了 他说好好的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人家 那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看现在天气热 想给我买点帽子戴啊 你怎么那么幼稚 我跟我男闺蜜那是纯友谊 你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啊 你能不能说我得多大个心呢 看着你跟你男闺蜜在那里里里歪歪的 让我视视不见的 如果在对象的所有权上 我都不小心眼 那我还谈什么恋爱啊 范范 你看看你男朋友 不光在嘴上说话那么难听 而且还那么小气 我就纳闷了 是游戏更新了 还是蓝球场关闭倒闭了 把你放上了 不是 你怎么说 你说你俩是纯友谊 请问哪个男人回去陪你逛街看电影 对你一点非分之想都没有 宁愿去当你的感情垃圾桶啊 他对你好 难道只为了当你口中所谓的男闺蜜吗 如果哪天我也找个女闺蜜陪我去逛街陪我看电影 你会不会生气啊 我肯定生气啊 这不故意找茬吗 由此可见 你抛弃我 我男闺蜜都不会抛弃我 原来我在你那里的地方还没有你男闺蜜搞呢 那么我问你 不尊重自己的伴侣 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了折磨我呢 还是打着找男闺蜜的旗号 给自己准备备胎呀 我 我没有 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 不是你一个大老爷们这没有一点自学之名吗 动动脑袋 别老有事没事不分场合得找别人家女朋友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就像癞蛤蟆趴脚面 不咬人你是真个人的 不是的 他家停电了 他怕黑 再说也做不了饭 我领他出来吃过饭还不行吗 他家停电怕黑 难道我就不怕被绿了吗 不打扰你俩关世界了 进屋好好吃 走了 接下来 你多穿点啊 你生病了怎么办呀 对了 咱们刚刚吃饭已经花了一百二了 赶来一把 你出五十就行 几十块钱 你至于吗 至于 你把话说清楚啊 说清楚 我告诉你告诉你 你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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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吃的巨大 你知道吗 你牵住你吃饭 你跟你他东西说了 我是你学生的 一句话而已 说了又怎么了 又走于荒年之中构建起来的末朵 几十块钱 你还要跟我要 你饿不饿钱 我跟我男闺蜜说你是我朋友 那还不是为了过节日的时候 多收一份礼物吗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你是缺礼物还是缺爱 请不许同语 你需要无礼物 监 Fight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